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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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準備 紅蠟燭 再置身周圍 灑上 煙圈 煙圈內 擺上一點 冥紙 冥紙上 壓著一支破碗 一定要 破掉的碗 倒米 上香 不要點折 開始說故事 那個還有燻 沒有沒有 妳看粉 沒有妳太差 沒有妳太差 不要不要不要 妳看粉 沒有 我真的有差欸 妳再胖一點就夠不到不要好 而且我現在的體重是 就是那種 正常 正常 正常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12月 挺狂 沒有 可是我跟妳講 預算是不是聖誕節了 算是聖誕節的 那是前後 對啊 可是 一定不會在那前後 我媽說會提 對會提早 或是 或是晚 你們還記得那種小時候啊 很流行那個 疊下鼻線的 嗯 這樣好無聊喔 我們來玩一下好不好 欸 有沒有聽過試試做朋友嗎 前幾年不是在網路上路口 沒聽過欸 聽起來很無聊 那 桌林夜談呢 那什麼 我也不知道欸 剛剛在一個社團看到了 然後聽說完的時候 可以看到不可惜的事 而且上面說 照步驟絕對是安全的 嗯 嗯 那要怎麼玩啊 好像就是指定一些物品 擺一擺 然後講鬼故事 就這樣 好像很簡單欸 愛君 我們來玩啦 看你們啊 反正講鬼故事 我最會了 美 你看一下怎麼玩啦 好緊張 首先 準備好紅蠟燭 你剛剛說 講鬼故事的時候 好想你會過來聽啊 嗯 這還是要看體質欸 畢竟 不是每個人都遇得到 聽說 如果他們有靠心來聽故事 你會變Q喔 喔 所以 現在就把 等下 不要笑喔 你在幹嘛 說完鬼故事 就要把自己的蠟燭吹掉 然後 過程中 不要离开盐圈喔 这个圈吗 嗯 反正就先不要离开有撒盐的圈圈啦 对啊 先开始 美还是臭米 你 有一个精彩的 这个故事它流传在台湾南部的某个小镇 有一个杀猪的猪肉饭子叫龙博 它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肉饭 娶了一个外籍老婆 那非常喜欢小孩子的龙博呢 一直都没有小孩 可是夫妻俩都觉得顺其自然 所以过着非常平静又幸福的日子 那龙博呢 对街上的小孩啊 小镇上的小孩都非常的和蔼又善 直到有一天 镇上的不良中学生 为了打游戏凑钱玩耍 所以在龙博的茶杯里放了没有拿捏好剂量的农药 原本只是想说天真 让龙博呢肚子痛去上厕所 然后趁那个空档偷他抽屉一个钱 没想到龙博因此铲死在他的探翻上 死前不良学生的一言一心都印在龙博的眼里 怎么办老头要死了 不管啊先赶紧再说 那他怎么办完蛋了我要回家 今天的事情谁都不能说出去 我们都是共犯要一起承担 此后穿越小镇上午夜时都会有一个大树穿着土服装 手拿土宰到的身影边走边划过墙壁的身影 穿温中如果见到龙博 也不能死他 要马上默念 龙博回家了 我会好好念书 不会再让你神奇了 龙博就会经过你身边 然后不会离婚你的走向前方 如果什么都没表示咧 你就会被当初一样的土宰 你干嘛呀 吓死人了 你不要乱知道气氛啦 没有啦 可能我太紧张了 你车踏足把他换我獎了 你们有听过KTV服务生的故事吗 好 近年前有一件KTV发生一件很诡异的事 当时有一群大学先生 抱到之后 晚上跑去野场 结果唱着唱着 气氛正开的时候 有一名大学生拿起包厢内的电话 加点了一首啤酒 其实 电话接通 但是无人回应 正当 大学生要把电话挂掉的时候 从包厢内走出一名服务生 厕所 从厕所 脸上没有写色的服务生说到 请问 有要加点东西吗 包厢内 顿时空气凝结 学生们全部代字 只剩下KTV所点的歌的背景音乐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先这样了 服务生说完 就走回厕所 几个人半吹半酒 走进厕所 才发现 根本没有人啊 никак 局akah 你怎么了 r 我们不要玩了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这游戏乖乖的 不行 一旦游戏开始了 就不能结束 否则 后果要自行负责 好 现在我要开始说 是我自己发生的事情 在我国一的时候 某一天夏天的周末 我跟我的家人 一起去东部的西边 烤肉浇油 当时 我记得我跟表弟 洗水泡打石头 虽然现在其他的细节 印象已经很模糊了 但当下的我记得 跟表弟在石头旁 发现 一个红包袋 好奇的我们 打开了那个红包袋 随着而来 出现了一阵阵的咳嗽声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就当我们 不以为意的同时 我与表弟 背不知名的一双手 同时拉进水里面 模糊的视线 好像看到一个 穿红色衣服的女人 在戏里死死的 抓着我的脚 醒来后 第一眼看到的是爸妈 泪流满面的样子 地点在医院 表弟也获救了 但他好像忘记了这整件事情 好像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多年后 我也没有与他 再提起这件事情 后来我出院 爸妈也怎么样 都不肯提 事情的经过 只是就带我去了 几个月的公庙 我偷听 庙公跟爸妈的对话 好像是 我中了沙 随后 坐了几场 我看不懂的法事 事情也就 渐渐的平安下来 到现在我重新再想起 还是觉得很诡异 小米 G 你是哪里 小米 小米 你不是哪里 那么不要这样 我 这也是哪 不要 我愛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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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所谓您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你以为今天门可以随便敲 糖果可以随便拿 小心后果置信负责 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个故事 这是一个关于三个女孩 在夜里讲鬼故事招领的传说 故事的最后 是一个人的传说 第二个人呢 是一个人的传说